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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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安徽省引将计怀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施工到了派河口段三观庙村时 工人们在一个土堆附近 发现了大量的碎桃片 收笔派向前 互相指唯把这个工程的碎桃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具神秘湿海的发现 让三观庙遗址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也让考古专家们充满的疑惑 为了判定房屋及湿海所处的年代 专家们决定从文化层的判断出发 这里是当时三观庙考古发掘的现场 专家们在遗址的北端先布下了探方 探方是田野发掘最常用的方法 考古人员在选定的区域 分出若干个五米乘十米的方格 这些方格既起到坐标测量作用 能够矿定出土文物的位置和归属 又可以在中间的格梁上形成立体偷面 方便观察地层的上下关系 考古队以分好的探方为单位 利用首产自上而下开始发掘 很快有了初步的发现 很快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排整齐的这个青砖的墙机 然后根据这个墙机的走向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墙机是正东西向 然后就说明它这个是面朝着正南的 根据这个墙机的方向呢 就是还有它的布局 我们就推测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民居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庙域性的建筑 专家们联想到 这里地名来源于一座叫做三观庙的庙宇 但当地的老人们却都表示 他们从未见过三观庙 专家们在墙机下面的地层里 发掘出了一些陶瓷残片 这些残片有大有小 而且形质各不相同 既有汉代的陶罐 也有隋唐的高足盘 他们让三观庙的年代指向 也变得混乱起来 最终一只貌不起眼的小瓷瓶 揭开了这座庙宇的断代之名 我注意到有这么一件瓷瓶 这个瓷瓶它的形质来说 它的头比较小 然后它的底部也是收得很小 中间是鼓起来的 这么一个橄榄的形状 像它这种形质的瓷瓶 我们在附近的很多清代的墓葬中 都发现过跟它同样的器物 也就是说通过这件瓷瓶 我们可以说明 这个地层它的形成年代 一定是不早于清代的 至此三观庙庙宇的年代 已经基本可以判定 最早不早于清出 最晚不晚于明国 但这些不同年代的遗物 为何会汇聚于 相同年代的地层中呢 但是为什么这同样的地层中 会出现早晚年代不同的遗物呢 我们推断 当时人在建这个庙 它在铺设这个地基的时候 它会到别的地方去取土 而取土的时候呢 它破坏了别的地方的墓葬 或者是其他的遗迹 这样就导致了 其他地方不同年代的东西 都搬运到这样 同一个地层中 至此可以断定 三观庙遗址的第一层 地层年代是清代 而这处临水的台墩 十分适宜人类居住 专家们判断 在清代以前更久远的岁月里 应该屡次有先民们 再次定居 按常规推断 在清代的文化层下面 应该依次叠压着 明 元 宋 唐等文化层遗迹 但专家们继续往下发掘时 在出土房屋和湿海的地层里 却发现了大片红烧土的遗迹 红烧土是土壤经过火烧之后 呈现出的红色土疙瘩 它是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 被广泛运用的建筑材料 从新石器一直到夏生时期 人们驻驻的缓子 大部分都是红烧土结构 不管是缓屋的基础也好 还是前提也好 都是用火烧烤 形成我们讲的叫红烧土 这样的一个结构 红烧土的发现 出乎专家们的意料 这证明了清代地层下面叠压的 并不是预期的宋唐文化层 而是去清三四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期到夏商时期文化层 那么这座远古的房屋和古人的尸骸 具体是什么年代的呢 专家们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时 安徽省肥西县文物管理所的专家们 曾在这里发现过一些碎桃片 这些桃片的形质十分朴朱 表面有一排排整齐的现状纹样 它们就是早期桃器上最常见的纹饰 绳纹 绳纹是新石器时期 至商周时期的桃器上最常见的纹饰 是古人们在制作桃坯时 用缠有绳子的工具 在桃器上拍打所形成的 当时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 桃坊人和神文桃片 初步把它定为商周遗址 秦让平决定 修复部分桃器器皿 让它们成为解开 湿海主人生活年代之谜的 第一把钥匙 专家们发现 出土桃器形制和河南洛阳的 下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出土桃器形制 非常相似 一般认为 二里头文化的时间跨度 约为公元前1750年 到公元前1500年 考古学家们根据地层学 将其分为了四个时期 那么通过桃器的比对 是否能更详细地 框定出三具湿海主人的 具体生活年代呢 我们通过这个汽物对比 汽物的形态来判断年代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已知的 一个参考的这么一个标词 然后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 相似汽物的 它们的 比如说它们的口言 它们的腹部 以及它们整体的形态的 这个线条的走向 通俗一点说 就是看它们之间像不像 通过这个对比 我们可以大致地得出 一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可以来初步地 推测它的这个年代 经过更详细的比对 秦让平发现 三观庙出土的这件桃盆 与二里头二溪出土的桃盆 形质基本一致 而这两只小口原妇 与长口直妇的桃冠 却与二里头四溪风格 更为接近 三观庙遗址的年代 被锁定到了 从二里头二期到四期 也就是3700年 至3500年前的时间段里 也就是说 这些下代鲜民 至少已经死去 三千五百年都没有被掩埋 最终和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一起 重现在世人面前 那么 三千五百多年前的下代古人的房屋构造是什么样子 他们在此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专家发现 这处房屋建造在一处宽厚土圆内侧斜坡上 历经岁月侵蚀 历经岁月侵蚀 这处土圆虽然高度仅剩一两米 却仍旧宽大十余米 在当时 应该是像墙圆一样 将遗址包围 在居市东南角 专家们发现了一座灶坑 灶坑旁边连着房门 专家们猜测 夏朝鲜民选择在门口烹煮食物 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门外的氧气 还可以在冬天隔绝寒冷 将取暖和做饭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在这处房间里 专家们发现了三具鲜明的尸骸 在居市西北角的陶罐下面 专家们发现了成年男性的尸骸 但由于年代久远 仅剩下两块 宽谷 紧接着 专家们在遗谷的旁边 又清理出了另外两群残骸 最东边的这一群呢 它这个出土时候的它是一个仰卧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但是它的上半部分就是已经被后期的这个建筑破坏掉了 只留下了一段这个脊椎骨和这个下肢 下肢是弯曲的弯曲朝阳一方的 在它的西侧呢 发现了一具这个小孩的骸骨 这个儿童的骸骨呢 它是全成一团的 当然骨头也是保存的非常不好 就是很碎 我们只能在里面看到 一条这个锁骨 根据这个骨头的这个大小推断呢 它应该是一个儿童 专家们发现 更为奇怪的是 这三具尸骸的死亡方式都很特别 成年男子尸骸上面覆盖有淘气 很像是遇害之后 被倒塌的房屋或倒落的淘气覆盖了尸骸 而这具儿童的形态紧紧地蜷缩成一团 仿佛死去时非常痛苦 这具残缺的尸骸 考古人员从其骨骼的大小 判断其为一位女性 它呈现出奇怪的扭曲状 犹如坐立的人死去后 跌倒至地面的形态瞬间 它们到底是谁 又是怎么死的 时隔三千五百多年 我们还能从现场的蛛丝马迹 推断出它们的身份和死鹰马 在北部的土园外侧 专家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灰坑 里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白色斑点 并发现了骨锥和棒刀 在房屋的外围 专家们发现了一滩植物的碳化颗粒 它们的厚度仅几厘米 呈现平满的状态 为了完整地将这些碳化植物颗粒 从红烧土层中提取出来 考古队使用了浮悬法 即利用碳化植物颗粒 比土壤轻的特点 将土样放入水中清洗 再将浮出水面的植物颗粒 筛滤后悬挂晾干 经过数天的忙碌 专家们终于清晰完整地 看到了这些植物颗粒 并对它们进行了检测与研究 经过我们的初步观察 这些植物的颗粒 它基本上是以这个稻谷为主的 而且这些稻谷出土的时候 它是目前发现了有两滩 它是平滩在地上的 它的厚度可能也就是几厘米 很有可能我们推测 很有可能是当时 它是正在晾晒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就被这个红烧土压在上面 把它盖起来了 虽然碳化稻谷颗粒 不能为尸骸的死亡之谜 提供更多线索 却让考古学家们 有了意外收获 它们可以利用稻谷 更为精准地分析出 尸骸主人生活的年代 和无生命的淘气不同 植物颗粒作为有机生命体 其体内存在着碳十四放射性元素 它就是科学检测年代的最佳依据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碳十四断带法 经过鉴定 考古学家们得出了植物所在的确切年代 距今三千五百多年的下场末年 至今已经可以完全确认 这三具尸骸的主人 就是生活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下代先民 但他们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这场灾难又因何而起 专家们希望 在接下来的考古进程中 发现更多的线索 带着一系的疑问 专家们展开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故作 专家们在北边一个探方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硬物 但很明显 它不是陶器和石器 因为硬物周边的土壤 已经被浸染成了铜绿色 铜绿色 当这只器武完整地重建天日时 专家们发现 它是一支铜绿 即便它已经秀气斑驳 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工匠们 创造的原始之美 这一支铜绿 呈封字形状 顶部著有四排精美整齐的方格纹 方格内有凸齐的乳丁 这种纹饰被称之为乳丁纹 在后世的青铜铸造中被普遍使用 三观庙去土的青铜器 为什么说它重要 中国的青铜时代就从夏王朝开始 从夏商周一直到全球战国结束 但是青铜器 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 它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它存在了我们人类社会 青铜时代的理智文明 我们的很多的文明 很多的制度 都是通过青铜器来表达的 所谓的国际大势 再次一种 讲的就是这个 在北部探方的红烧土层下 专家们再次发现了同力的印记 他们立即转移木间 慢慢清理 但这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却是一件 白色的漆物 在清理的过程中 发现那个上面 它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不确定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漆物它平面成一个形状 成一个扇形的一个形状 随即 专家们发现了 白色漆物下面 压着一片扁平形状的 青铜残片 后来我们把这个 用回实验室之后 经过处理之后 发现它是一件 只有一半的一件铜鳞 然后那个白色那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 骨质的一件铃蛇 这枚内有骨质的铃蛇的铜鳞 是祭祀的礼乐用器 也是威信与财富等身份等级的象征 从铸造技术而言 铸造铜鳞这种空体器 要比铸造实体器复杂得多 这个清藤兵器相对比较简单 一般是有两饭或者三饭 和这个铸蛇就可以了 而像这个清藤林的结构 相对说就比较复杂 因为它里面带有铅体 所以要采取这个内外饭 多饭铸蛇的方式进行铸造 同时也说明 这个时候这个清藤林铸造 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了 专家们发现 三观庙出土的这一件铜鳞 其形质与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 出土的铜鳞十分相近 这是否代表着这批青铜器 和二里头文化有相关的渊源呢 在接下来出土的青铜器中 专家们却发现了更为稀有的器形 这些器形不仅在二里头没有出土过 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 也十分罕见 这枚半月形的青铜器 其器身扁平 尚有一字形排列的 五个大小近乎相同的孔洞 它又是什么器物呢 三观庙考古领队秦让平 经过大量资料的比对发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青海巡画阿哈特拉山的卡约文化墓葬中 曾出土过一支造型独特的青铜器 与三观庙出土的器形相近 在青海的阿哈特拉山墓地 一处卡约文化的墓葬中 发现了一支筒约 这个筒约叫直纳卷角筒约 它的造型跟三观庙这个筒约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它这个筒列上面是有七个孔 三观庙这个只有五个孔 接下来出土的这两支脚状的青铜器 也让专家们感到十分恐怖 这两件器物其顶端密合 穷布却为中枯 像是可以插入把柄使用 它会是一种兵器吗 但为何两端均没有任务 其气身也比较薄 看起来并不具备杀伤力 那它是否为一种仪仗用具呢 至今在现有的出土文物中 专家们仍未找到相似气形的器物 铜鸽是夏商时期流行的一种格斗兵器 但这件铜鸽在出土时表面卷起 成折弯的扭曲状 而这件铜鸽出土时中间异常突起 像是阻挡硬物所造成的 伴随着更多青铜器的出土 三观庙遗址发掘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最终在这处发掘面积仅4000平方米的遗址内 专家们发掘出土的夏代青铜器共计18件 其规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椅子里面按照道理来说 不应该是这类青铜器使用的场所 因为这类青铜器一看 铜月 狗 还有灵 就这类青铜器在这个夏代 都是代表着国家权力象征的一类的青铜器 它的这个等级是最高的 没有超过这个等级的 小小的江淮聚落 一连出土了18件神秘青铜器 且至少有两件器型是专家们前所未见的 还有一些器型呈现出奇异的扭曲状 它们背后究竟藏有怎样的历史之谜 从这些青铜器所携带的信息密码里 能否拼贴出当时发生的灾难性事件 进而推断出尸骸主人的死因呢 专家们对此展开了 饶有兴趣的推测与猜想 一些专家推测 三观庙之所以会遭到冰火之灾 是因为这里并非是一处普通的生活巨路 而有着更特殊的功用 比如青铜铸造厂物 专家们发现 三观庙宇址的土园与房屋布局 与已确认的青铜铸造厂地的布局 十分相似 因为它是铸造青铜器的地方 它又倡用国际重器 受到了其他不足的人的这种奇遇 然后来抢这些真的这些东西 导致了一场冲突 发生这场冲突以后 把这个巨路一下子就彻底给毁灭了 也就是说 这三具遗骸 有可能是铸造青铜器的工匠 和它的家眷们 如果这里在当年 真的是一处青铜铸造厂地的话 就会有大量废弃的逃犯 然而 专家们不仅没有在现场发掘出逃犯 也没有见到任何与铸铜生产环节相关的遗物 就是为什么说它是青铜铸造椅子呢 没有发现大量的 比方说废弃堆积 或者是青铜冶炼 青铜铸造的那些 那些废弃的逃犯啊 这类的东西 就这里呢 跟这个遗址的保存情况还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推寸的就是三观庙遗址啊 它这类的堆建呢 应该是扔到这个 这个土原以外的一些地方去的 土原以内呢 有一些这个残层的一些东西 残层的东西 但是尽量保存的不是很好的话呢 现在就是比较难以发现 这只是一部分专家的观点 但也有其他专家提出了更多的观点 但假设这里不是青铜铸造场地 那么这些高等级的青铜器 会是从哪来的呢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当时是谁 有这样高的社会地位 可以让这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带着他们自己的同气 来汇聚到这样一个点上面 考古学家们联想到了 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 商汤蔑夏之时 夏王朝最后一名君主 名为夏捷 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的亡国之君 历来被视作暴君的典型 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 而东方逐渐崛起的 商部落首领汤十分贤民 赢得四方诸侯的拥戴 公元前1600年前后 商汤正是新兵伐夏 夏捷大败 专家们在诸多点击里 都找到了兵败后的夏捷 被赶出中原 逃亡南朝的记载 据上书记载 成汤放节于南朝 而益州书中也同样记载 节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朝 也就是说 夏捷大败后来到了南朝一带 大多史学家认为 捷奔南朝典故中的南朝 即春秋之朝古 唐宋之朝县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朝湖一带 而三观庙遗址 正好位于朝湖西边不到20千米 在当年 是否有可能 为捷奔南朝的途径之地 在这里发生的灾难性事件 会和这一历史背景之间 有相关的联系吗 在清理与修复文物时 秦让平找到了发掘出土石 令他印象深刻的两块绿松石 这两块绿松石 让专家们联想到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被誉为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形器 在当时 绿松石是仅为贵族所享有的西式珍宝 也经常被镶嵌于青铜礼器之上 但这两颗绿松石中间却有缘苦 专家们推断 他们可能是贵族佩戴的事物 散落后遗留下来 无论是稀有的绿松石 还是珍贵的青铜器 都证明了三观庙遗址 曾经迎来过一批特殊身份等级的人 也就是可以设想 当商汤剿灭了这个下代 没下的时候 那这夏王朝的很多的官员 包括夏基本人 就是带着很多的随从 可能向南方跑 也不可能是一只 可能有很多只 向南方跑 有的跑着跑着可能就散了 跑着跑着就被剿灭了 那可能始终有一只 就讨到了三观庙 那么在这里呢 还有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机会 假设三观庙 是夏王氏遗族经营的聚落之一 的确可以解释 它为何会拥有 诸多高等级青铜器 也能够解释 它为何会遭到一场 惨烈的灾祸 从这个里面三观庙里面 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来说 因为大部分是兵器 粤 改变着国家权力的 这个指向是很明确的 这由夏王朝的 最高的权力统治者 才可以适用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三观庙遗旨 它是跟这个 基本南朝的 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是有密切的关系 至此 关于三观庙遗旨的灾难性事件 已经有了数种推测 而房屋内的遗骸 也相应有了两种身份 铸造青铜的匠人 流亡至死的夏王氏遗族 就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们只能说 这里发生了一个事件 一个比较剧烈的事件 这个事件它是有突发性的 它也带有一定的灾难的性质 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房屋内 这三口人的死亡 为了更好地保护 下代先民们的家 安徽省文物局决定 把三观庙遗址的 两处下代房址 搬迁到安徽博物院 进行保护性展示 2020年4月 这两处下代房址 被考古人员分割成了四大块 整体打包 吊装搬迁 他们将被重新安置在 博物院内一片独立展区 向金人展示 三千五百多年前 走进三观庙 这处曾经灵目稳密的小台墩 如今已经浮去历史的尘埃 以惊人和惊艳的发现 带我们穿越到 远古鲜明的文庚生活 速回到中华第一王朝的 兴衰风云 领略到青铜沧桑的 远古神域 再现出冰火涂炭的 惨烈途径 他也将惊心动魄的猜想 扑朔迷离的谜团 留给了未来更多的探索 和解密者